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川普总统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发布声明表示 将于今天美国东部时间九点在椭圆办公室发表对全国讲话 目前市场预计这极有可能是类似当时二零零八年 小布什总统所发布的七千亿旧事方案类似方案 根据彭博社得到的消息 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衡量 并且有可能在九点钟的讲话中宣布 一是否通过移民和国际法第212条F款 限制从欧洲到美国的不必要旅行 第二点就是援引斯塔福德法案 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救灾资金 第三就是宣布工资税假期的精确形势 而从白宫来的最新消息显示 本来在今天下午五点半 与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新闻发布会 现在已经确认取消 而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原定与副总统彭斯 还有夫人的晚餐也已推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总统今晚的致辞将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 他此前曾经进行过七次类似的演讲 而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布的只有另外一场演讲 就是在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当时总统谈及为南部边境抢提供资金 而根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表示 川普两次向来自银行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强调 需要解决意大利和欧洲的病毒流入问题 但是他没有透露他打算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而两个消息来源表示 川普计划宣布的经济和卫生措施是史无前例的 至少川普总统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他也承认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 而至于经济修复方案呢 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于薪资税假期保持中立态度 有另外一个想法在会议上浮出水面 就是为失业者提供四支六周的失业保险 以弥补工人的损失 而多位首席执行官告诉总统 现在的经济是他们八年来见过的最强劲的经济 如果白宫解决了健康问题 经济问题就会自我解决 而下面要大家着重介绍的是华盛顿邮报 文章介绍说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 川普总统向姆努钦施压 要求他要求鲍威尔继续降息 采取更加强烈的货币政策 这呢是在周一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进行时所发生的内容 他在会议上还向其他官员建议 要求他们也致电美联储主席 这位资深的共和党人消息人士补充说 川普已经告诉几位盟友 希望他可以将鲍威尔免职 但他只是在谈到自己的挫败感 并且看到市场滑坡时才谈到了这一想法 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撤职鲍威尔的计划 白宫官员表示 他们尚未听到川普讨论解雇鲍威尔的具体计划 但是承认川普正在寻找挑战他的方法 而高级助手担心 如果川普试图解雇鲍威尔整个股市会崩溃 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是否具有解雇鲍威尔的合法权利 而鲍威尔本人表示 但是他计划在四年任期内继续任职一直到二零二二年初 而美联储法案指出美联储的行长可以被免职 但是如果法院将其解释为犯罪活动或者独职的情况下才可以 但是川普总统可以试图取消任命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 并让他成为其他的行长之一 然后呢再将其他的人提升到最高职位 这样的方案呢之前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已经打破了许多其他准则 川普提名鲍威尔其实在姆努钦的推荐下 在二零一七年让他开始领导美联储 对此呢他在一直多年来一直不断抱怨 表示美国的中央银行应该降低利率 以更多的向经济注入现金 而在谈及具体措施时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川普正计划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 以帮助救济经济 包括为小时工提供带薪并将报税截止日期延长三个月等等 而川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在今天早些时候也表示 到年底暂时取消工人和雇主的公司税 是采取有效财政刺激措施的最清晰途径之一 到今晚九点时 华尔街电视会继续为大家直播川普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 到时内容会有更多详细披露 再要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此前收市前的股市情况 这当然对于川普总统的决策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美国股市在三月十一日遭遇了暴跌 并且回吐了此前一日的所有涨势 其中的道琼斯指数截止当天收盘时下跌幅度较大 为五点八六个百分点 而数据显示标普五百指数收盘爆两千七百四十一点 交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一百四十点 跌幅为百分之四点八九 而纳斯达克指数爆七千九百五十二点 交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三百九十二点 跌幅大概是四点七个百分点 而道琼斯指数爆两万三千五百五十三点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一千四百六十四点 跌幅达到了五点八六个百分点 而当天有两个事件对于美股走势影响比较大 首先就是沙特的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在十日早些时候公布了公司未来的石油增产计划 也就是将原油产能从目前的每天一千二百万桶 提升至每天一千三百万桶 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各大产油国距离原油价格战爆发更进一步 这对于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美国来说是明显不利的 而受此影响截至美股收盘时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了每桶三十五点八八美元 降幅为三点六个百分点 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降至了每桶三十三点零一美元 降幅为三点九个百分点 美股能源设备板块与石油天然气板块的下跌幅度 则分别是八点六六个百分点与七点零七个百分点 其二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现在情况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 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目前存在着大面积爆发的可能性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坦德塞当天表示 情况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让人深感担忧 因此组织认为从特升上可以称为大流行 此外呢未来几周预计确诊死亡 以及受影响国家地区数量还将进一步出现攀升 而各国呢应该对此加紧采取行动 受到这样情况的影响 制药公司生命科学公司 试剂公司等公司股价大幅上涨 而根据霍普金斯大学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已经至少确诊一千零五十九例 其中至少有三十五例死亡 而全球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了十二万例 至少有四千三百七十三例死亡 而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十一日晚些时候举行的发布会上 就情况发布观点 根据川普总统本人介绍 浙江既包括健康方面的应对测试 也包括经济方面的应对举措 目前整个市场仍在焦虑观望相关最新进展 随着现在情况在各国的不断蔓延 货币策略也越来越激进 而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 现在引发的巨大冲击已经到来 如果各国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 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货币战 我们知道自从二零零八年威胁以来 世界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为另外一场全球衰退做准备 但是却没有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现在正当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经济体 因为贸易纠纷而面临分裂之际 一场巨大的冲击竟在来临 而未经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 会延长经济低迷引发新一轮的货币战 这是另外一个真正的危险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 所有的央行都将以健康的通胀水平和高于百分之五的利率来应对挑战 如果冲击国内需求 央行将根据需要降息 政府将提供有针对性的财政援助 取决于哪些国家受到影响最严重 可能会出现一些汇率波动 但是不会引起全球经济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并不处于这种理想状态 在大部分富裕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欧元区和日本 利率都已经低于零 资产购买等其他宽松工具的使用已经接近极限 而在美国危机开始时的政策利率已经在一点五至一点七五个百分点这样的区间 如今又下调了五十个基点 利率为百分之七的墨西哥和利率为百分之六的俄罗斯 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这种不对称则导致了巴西的前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 不是为了追求竞争优势而进行纯粹的货币操纵 而是货币政策差异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 以及输家有可能进行报复 如果美联储进行降息 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无法效仿 那么美元很有可能会相对欧元和日元走软 上周美联储紧急降息 以及随后从高风险资产撤资 导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达到了一美元对一百零一日元的水平 一美元如果是对了一百个日元左右 这样的汇率水平就会损害日本的出口 过去曾经触发日本进行货币干预的威胁 而如果美国将利率降至零 日元很有可能进一步走强 而欧元的处境与日元也比较类似 美联储降息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可能在下跌 但是美元对卢布墨西克比索 印度卢布等其他的货币汇率正在上升 尤其是因为那些由于沙特阿拉伯决定增产石油 导致油价暴跌而受到影响的货币 至少就目前而言情况似乎正在促使资金逃亡美国的避嫌资产 而不是像二零一零年曼特加发出警告时那样 漫流到收益率更高的新兴市场 关键问题是在美国经济正在面临压力的大选年 川普总统将会如何看待这一切 他会容忍大批的美国贸易伙伴进行贬值吗 从他的性格来看似乎不会 如果川普总统认为美国的贸易伙伴正在获得优势 他很有可能在二零二零年的某个时候 诉诸货币干预或者是惩罚性的关税 全球经济合作原本就脆弱了 两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就会让他完全崩溃 而在货币政策受限的情况下 另一种选择是财政政策 但是各国增加赤字的意愿也有所不同 在欧元区尤其是德国通常不愿意增加支出 因此财政政策方面也充满了潜在的国际紧张 如果英国为了应对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 但是欧盟没有 那么欧盟的出口可能会受益于英国的需求 而已经很困难的英国退欧贸易谈判 将变得更加困难 唯一的答案就是全球合作 日本和欧元区可能没有办法跟随美联储降息 但是日本应该与日本还有欧元区一同采取宽松政策 而不是针对两者去采取措施 在上周降息之前美联储主席努力与七国集团国家的央行保持联系 即使他的努力未能带来全球的协调降息 保持央行之间的团结仍然至关重要 如果当地流动性不足 美联储应该扩大与其他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 以帮助他们满足美元需求 二十国集团也需要加快步伐 应该敦促成员推出有针对性的财政刺激计划 而将那些因为孩子在学校关闭期间待在家中 而没有办法外出挣钱的劳动者 以及因为需求突然减少而面临破产危险的企业提供现金 每个国家越是能够采取行动支持经济 那么摩擦就会越来越少 尽管医疗局势日益严峻 但是现在仍然有理由对经济抱有希望 因为二零零八年的次贷危机不同 这次冲击不是来自金融部门 因此不太会破坏稳定 而且更有可能快速反弹 但是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一个 在经济领域与直接抗击的斗争一样 全世界必须携手合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